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股壇思見 我是施記錦記李浩德 在旁邊當然是 施老闆施永青先生 施老闆你好 你好 施老闆 今天大家都沒眼睛看 今天跌了1300點 不是沒眼睛看 投資人當然睜大眼睛 要看清楚的形狀 你不看清楚的形勢 你怎麼可以作取社 我覺得這件事從兩個不同角度看 一個當然是對整個社會 其中一些人是無意想到 即是國安法的出現 但實際上 如果有看我的專欄 我一早預期大陸會採取比較強硬的態度 這些態度定了出來之後 反而對局面 將來逐步穩定下來 是有好處的 反而明朗快一點 因為之前我聽一些主張冷炒 年輕人的說法就是不怕懶炒 因為大陸會比我們痛 所以炒一炒 他覺得痛就會讓步 但今天不是 今天市場跌了5% A股跌了2% 應該我們會比較痛 我說的痛就是 他痛到一定程度 他在政治上會讓步 但實際上你看到的情況 大陸沒有養保 原本美國的威脅 就是如果你收緊的話 你就可能香港會失去特別關稅區的地位 甚至有些說到會連美元結算都不讓你做 他認為如果去到這個程度 大陸投鼠忌器會讓步 但現在大陸擺出來的情況 基本上預計你一定這樣做 因為你們自己已經定位 你必須將大陸作為頭號敵人 美國在收緊對大陸的一些政策 接下來一定會進行 最終你都不用再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 去找取一些對大陸經濟有利的好處 這些特別關稅區 或者美元結算地位 美國自己認為條件成熟部署好 壓下來的機會很大 所以大陸也看到 遲早會出現 遲早要受現在受 基本上他計算了成本 我相信他的態度就是 他為了他在香港的主導權 寧願放棄 他作了這個明確態度之後 反對派就要重新檢討 你以後的政策略是怎樣 是否再跟他硬碰 硬碰的代價會大很多 所以接下來就要看反對派 究竟準備怎樣做 國安法似乎是事在必行 但香港反對派的反應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我自己認為 美國未曾部署好 這一刻 對大陸採取一些比較激烈的行動 因為這些比較激烈的行動 傷害大陸的同時 亦會對他有影響 所以他只能按照客觀的情況 逐步逐步收緊 但逐步逐步收緊是以前已經出現的事情 所以最後事件出現之後 經過一兩天 大家重新評估 形勢會穩定下來 今天還未穩定 昨天星期四出來的 星期五反應更大 我相信 大陸多多少少都會 要來撐一下 跌低了才撐 未跌低了怎麼撐 調整一下 就會 但是 出現這些情況的因素 其實是 之前已經出現的 反送中 甚至是戰中的年代 已經將香港和中國的矛盾暴露了出來 現在這些暴露了的矛盾 造成內部的分化 內部的鬥爭 而這些鬥爭 根本一直無法解決 可能出了國安法之後 就要來一個對決 即是從蘇聯辦、港澳辦的重組到現在 國安法應該越來越… 例如我剛剛聽到有些人說 大陸禁擊的行為 分分鐘是幫反對派拉票 立法會幫他拉票 我說大陸做這些事 目的都不考慮你拉不拉票 根本就直接不讓你選 國安法出來之後 跟外國勾結、收外國錢的 全部都不讓你選 所以 很多以前 做不到的事情 接下來他們會做 而做了之後 例如 法例 例如 國安法放在福建山那裡實行 在全國實行 就不用本地立法了 你本地立不立 一旦實行 香港的法庭 不可以不按照 這些條例去做 所以很多 以前 可以做的事情 反對派沒有用 所以有些情況 可能令到局面 更加穩定 中國主導香港前途 事實 就會 更清楚展現出來 展現出來之後 香港人就要做取捨 哪些事情做了 是有回報的 哪些事情做完 是白做 兼帶來 後果 不好的 如果明確之後 香港就可以 浪費少一點力量 在一些沒有結果的鬥爭上 整體未必是無力的 大家當然觸發神經 就是 去年 因為反送中條例 有很多社會上的運動 使得市面 有很多混亂的情況 對經濟有影響 這次會不會是呢 當然反對派 當然是想耗著人 再起控 一個是有多少人 會繼續做 另外 執政的 建制 採取的態度 一定會比之前強硬很多 因為這是 中央已經表態了 特區政府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的態度 他們做這麼多事 都是怕美國 不允許這樣 不允許那樣 他們說 預料你不允許 這是 大陸這次這樣做 所展現出來的取態 有這種取態之後 社會的各派力量 都要在新的環境下重新定位 當然大家最關心 在這樣的事態發展下 無論是對香港人關心股票 樓的影響是怎樣看的 我先講樓 我自己做樓的 之前樓市的表現和股市不同 股市跌很多的時候 樓市才動得35% 樓市本身的抗跌能力相對強 原因是股市的參與者 很多是投機者 攤它靈活 一旦有風吹草動 他們便會移動 按按鈕便可以移動 樓市你買賣都搞了一個多兩個月 成本 成本很高 所以持樓的人 不會少少風吹草動 拋售 拋售力量 沒有那麼大 另外 買樓的人 他都是新思熟慮 他不是買完就可以 他一買又要千元 一供十幾年 他們當然想很多 想很多人 對環境 政治力量的演變 他們會思考得神密一點 所以他不會那麼快就出現 之前發生的事是引致現在的 所以即使大陸未公佈 他們有些都意識到大陸會這樣走 所以我相信樓市的衝擊 是會少一點 因為今早早 我們的同事 還有成交交上來 股市跌了一千點 都在人買 這些新盤也沒有人抽票 剛才我們也提及過 我們中原金融的朋友說 新股抽票 一遇到這樣的新聞 就突然冷卻到 是的 新股抽了三分之一 例如有三億應購 沒有了一億 樓就不關事 因為樓去入票 抽中可以不選 股票抽中了 非買不可 所以樓不抽票是正常的 到時要看選樓的情況 但這一刻市場的氣氛 都是遲 這件事發生之後 股市有震盪 正常人都會觀望一下 所以接下來交投會減少 但價格在高位徘徊 如果國安法的定律令到香港形勢明朗化 變動因素減少的話 對樓市未必是不利 我認為樓市上升的機會很大 因為現在你看世界QE的情況 現在聯儲局每個星期印印差不多2千億 你拼命印 因為現金人的購買力不斷被貪薄 因為印出來不是印絲紙 印出來是可以洗的美金 他們拿了油來買東西 買了你那份 你不買他買了 所以有些人不買 你買了遲些又貴些 我也是買了才有好處 反正我都要住 我又未知移民去哪裏 所以變成 樓市我認為 會交投略為減慢 即官網一點 蓄勢代升的力量 會被壓抑一下 但未必壓到掉頭下跌 這是樓市的情況 剛才分析的情況 有些都適合股市 情況會明朗化 我相信 在三到五日 即是一個星期的交易 這個消息會大部份消化 一個是看美國的回應 美國當然說 強烈犯罪 又說剝奪香港人的自由 北京說 香港人只有支持北京的自由 沒有支持美國的自由 我相信 沒有一個國家會容許自己的領土上的人 或者那些官員 因為怕美國的立法 聽美國之敵 多於中國政府之敵 所有的一國兩制 之所以會出現 都是因為 要香港順利回歸 你都不讓香港順利回歸 又要搞獨 又要不讓北京的影響 在香港出現 又要抵制北京 他要搞一國兩制 他想換取一些東西 甚麼都換不到 樣樣頂住他 他便採取強硬 所以我自己覺得 態度明確之後 之後會進行較量 較量完 一次是一個對決 不是在邊緣磨擦 已經去到核心問題 現在打決賽 不是誰贏 我之前都說過 如果純粹是 美國的力量和中國的力量 對比美國力量 比中國力量大 但美國很遙遠 北京近一點 美國不會全力跟你對 北京為了香港 會全力跟你去 特朗普是美國的利益優先 不是香港的利益優先 他是想香港人幫美國 去鬥北京 你叫他下來自己下場打 他就不肯 你跟你老爸打 你叫我下來 所以最後 美國不會出很大力 北京穩住局面的機會 是比較多的 所以去到股票 穩住了 大家重新作取捨 不過這只是說 政治局面會否穩定下來 香港的經濟 其實跟全世界 逆後的經濟一樣 都是面對很多變數的 香港可能要重新找自己的定位 因為世界變了 世界真是 每個人都回到本土生產 我們向外形經濟還要怎樣 如果真的以後沒什麼人敢出去旅遊 或者我們以前的旅遊很多都是大陸來的 如果反對派得勢 又排擠大陸人 我們以前的零售業 服務業 就達不到這樣的規模 都要變 香港實體經濟面臨很多變數 但資產格價也另一回事 有這麼多錢出來 其實沒有漏去實體經濟 通常都是去了有錢人的錢或先生地的錢 這是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合理性 他多印銀錢出來 如果是派街坊一人一份就說 他印出來的錢不是全部拿來派 都是用來買資產 變成實際上 即使是西方社會 美國經常說1比99 他都是99%的人都是受害者 所以接下來整個世界 政治經濟各方面 都會大變動 看看誰能夠適應得好一點 找到好位 這是實體經濟的情況 但是 股價、樓價是一些資產價格 很受貨幣供應的影響 這是兩回事 我自己認為 震盪在一星期內完成 快的話可能 頭三日已經完成 今天一日 週一、週二 雖然比較激烈 不過比較短期的震盪 大家站定定定位 決定自己的策略 所以司機 這兩日都沒有大幅感辭 希望蕭先生你說得對 震盪之後 當然 昨天選擇時間有好處 司機機 接下來當然會震一震 但是不是 立即整個世界散開 因為 這個只不過人家 因為種種現實結果之後的行動 應該預期了北京有這樣的行動 我預期了 不過我 不是經常投資的人 所以你就交給司機 好像你們的今年不算太差 還有沒有正倍 暫時應該 今天震一震完 仍然捱得住正數 很少 都算是正數 大市跌了差不多18% 恆生指數 不過其實問題就是 恆生指數也有很多 舊經濟或本土經濟相關 這段時間也是辛苦一點 我們就避開了一點 因為我剛才說 政治經濟 很多不明朗因素在各自走位 各自找新的路向 這段時間 波動一定大 邊費得多 波動大 就要靠你們的眼光 希望如果你頭五個月都有正數 就 容易打 如果不見了18% 身都失敗 影響思路 幾天時間也差不多 多謝師先生 如果大家想多了解 司機的日常操作 或者說到數碼 記住去到我們司機的每日直播 已經開始了兩個星期 大家只要去到司機的Facebook 按讚給我們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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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